花蓮市的戶外 现在已经是飙到33度的高温了 有民众就到护震事务所洽工的时候 发现公家机关为了要省电费 不肯开空调 结果让民众受不了 好像在烤箱里面一样 花蓮白天好热 戶外已经飙到33度 热到让人的火气都跟着上身 他还是这种态度啊 现在换秘书了 刚刚换股长了 我这个流汗我要给他看 我就是流汗 原来花蓮护震事务所为了省电费 规定30度以上才能开空调 只是这样反而苦了来洽工排队的民众 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更是活受罪 难怪火冒三丈 他没有钱竟然给我特钱 我跟他讲了之后 他搬两张电风扇给我 我说我不要特钱 我离开好了 我刚刚也没有在这边吹 30度的办公室就像个大烤箱 连行动正常的人也受不了 合理来说28度以上室温开空调 符合政府节能减碳的规定 但是庞大的电费 却押得公家机关无力负担 只好委屈大家多忍耐 气候异常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要如何省电兼顾民众的感受 官员们可要提早动动脑筋 明知新闻余正华华联报道